即使下着雨但社区的环境维护工作依然没有停摆 几乎一年365天 全里居民和志工一起维护家园环境 这也是为什么瑞芳区吉安里可以连续6年拿下环境五星级的认证最佳写照 吉安里今年参加110年底环境认证屏蔽 依然是获得五星级的环境认证 很好啊 怎么说 这个环境卫生旁边清洗了这样啊 就是感觉大家很好 比较不辣辣辣辣的 那我们今年就是有报了 它基本的会有像公厕啦 街道巷弄还有那个清除蚊子的资深员 那还有我们有报节能减碳 包括那个环保推广 那因为环保推广 我们在这个环保福利社 我们已经经营很多年 那就是我们的志工 现在也很多人都会一起来团购我们的环保商品 今年在环保推广的评比项目 有社区的环保福利社 由志工和民众团购新北市的环保商品 例如抽取式卫生纸 洗碗金等物品都是对环境友善的日常用品 让民众从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做环保 改善自身的生活环境 平常就是节能减碳 我们在节电 我们也都鼓励民众一起参加我们那个台电的 一个节电的奖励办法 那我们曾经我们也有拿过 我们的团体奖我们有拿过美 就是团体奖拿到一万元的那个礼券 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个环保推广 让民众更知道说 环保其实我们平常就很容易做得到 吉安里里长就说自己一个人能力有限 但是一群人的力量无穷 特别要感谢里内的环保志工 每次哪里有需要 他们就会出现 还有这几年环境宣导下来 居民也会自发性的做起环境维护工作 参加认证只是一个过程 重点是希望全民动起来 自发性的爱护家园 让居住环境品质变更好 杰成威 瑞芳采访报道